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我們現在歡迎我們下一位 呃 我們公民 我們街頭教室的講者是我們台大社會系簡書儒教授 我們教授要跟我們分享的是網路與社會運動 我們掌聲歡迎大家 謝謝 各位同學大家午安 我是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的簡雲儒 那今天很高興在這邊和同學在街頭見面 今天是我這個禮拜上的第一堂課 這個禮拜三我去上課的時候 我班上的同學告訴我說 老師我們想要去上更重要的課 於是他們都來街頭了 所以我也來了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個題目是網路與社會運動 這其實是我這個禮拜三要在我的課堂上 社會組織的課堂上上的課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媒體 前幾天有媒體報導說 有很多同學現在都在會場 都在滑手機 大家都是烏合之中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今天在我們這個街頭民主的課堂上 滑手機就是你們最重要的工作 而它也是你們最重要的能力 請你們善用它在這個課堂上 來使用來創造一個新的社會運動 同學們今天在這裡 在做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這個社會運動 跟過去的社會運動有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是五年前十年前的社會運動 我們並沒有這樣的新科技 來幫助我們做更大的連結 但是同學們今天你們這個年輕時代 是你們運用最新科技的能力 你們擁有最能夠彼此溝通的能力 而我也希望你們今天在這個街頭民主的課堂上 可以善用這個能力 新的科技到底對我們有什麼幫助呢 首先第一個是網絡大家都在使用的智慧型手機 Facebook Twitter 這些新的科技 它具有一個很重要的能力 是幫助我們溝通分享訊息 我相信同學們今天 都可以透過你的Facebook或手機 得到各式各樣有關符貌的資訊 這個是五天前 一個禮拜前 一個月前 我們都不知道的事情 可是今天 你們大概也跟我一樣 快速的學習 透過閱讀各種懶人包 是不是學到了更多更多 福茂裡面的內容 你們是不是知道 福茂到底對我們有什麼風險 你們有沒有得到更多元的訊息 很好 所以福茂 我們對於福茂站在這裡 我們要運用這樣的新的科技 來增加我們的能力 那更重要的是 這樣子分享訊息的能力 透過網路 它是一個雙向的 溝通的 多元的 我們可以在網路上看到贊成的 也可以看到反對的懶人包 對它提供了我們多元的資訊 對不對 而且透過這樣的資訊 我們是不是在彼此溝通跟交流 所以 我覺得今天 各位年輕的同學們 其實你們教了我們的執政黨 很重要的一刻 當我們的執政黨在黑箱作業 當他們不願意告訴別人 福茂裡面有什麼資訊的時候 我們的同學們透過 各式各樣的方式 在網路上分享訊息 用更多樣的管道 把你們知道的消息 分享給別人 這是一個互相溝通交流的機會 它是不是比我們執政黨 單向溝通 不願意溝通 掩蓋訊息 做得更好 所以你們是不是應該用這樣能力 來創造你的社會運動 謝謝大家 好 作為一個老師 我們其實最希望看到學生展現怎麼樣的能力 我們希望看到學生的能力是 你們有溝通思辨 有自主思考 有能力跟別人溝通交流 而今天在這個民主教室的講台上 我們有沒有給大家加分 沒有 我們有沒有用點名來逼迫大家 而同學們是不是自己展現的能力 想要跟別人溝通交流 想要跟別人來分享你們的立場 所以你們來到這裡 所以你們是不是其實是執政黨跟整個國家的主人 你們是不是他們的老師 所以我希望同學上用你們的能力 來創造你們這個世代 年輕人的新社會運動 好 接下來我們來講網路的第二個能力 網路的第二個能力是 它可以壓縮時間跟空間 可以跨越時間跟空間的障礙 讓我們可以彼此溝通 所以今天我們站在 我們坐在外面這個會場上 我們是不是可以 即時知道立法院裡面的消息 我們跟他們是不是其實是同步的 所以這樣即時同步可以分享訊息 也知道你們有更大更大的能力 我們並沒有被這棟建築物所阻隔 它其實讓我們每一個在場的人是連在一起的 而且它不只是跨越了這個建築物的障礙 它也不只是跨越了時間跟空間的障礙 現在在台灣 不管是在台北 不管是在台中 不管是在台南 嘉義 屏東高雄 無花蓮 所有人是不是都在關心浮帽這件事 透過網路 大家可以跨越時間空間的障礙連結起來 甚至這樣的跨越時間空間障礙能力 是不是跨住我們台灣島 好 今天在紐約 在倫敦 在日本 在美國 在各處 有多多少少台灣的同胞們都在關心這樣的事情 而你們就可以運用這樣的能力 把台灣反服貌的心意傳出來 傳出去這個島國對不對 好 所以我希望同學可以運用這樣的能力 運用你們 有能力運用網路 運用Twitter的影響力 來把這樣的訊息跨越時間跟空間障礙傳播出去 我們來講網路的第三個能力 今天大家有了這些新的科技知識 它有一個重要的特質是什麼 是網路 它可以民主而多元的參與 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網路的討論 它並沒有任何一個人 可以壓制你在網路上發言的空間跟權力 今天我們看到傳統的主流媒體 它可能會受限於它自己的立場 它可能會自我審查 它不願意公平平衡的來報導 今天會場上的任何訊息 但是同學們我們有什麼 我們有沒有性的能力 有 我們已經看到今天在會場上的同學們 可以運用你們的手機 你們可以把彼此互相訪問 把大家為什麼而來 大家是誰放在網路上 可以讓訊息做更公平的報導 當同學被抹黑的時候 你們可以透過你們的手機 把這些訊息公平公正的傳出去 所以這網路 基本上蘊含著自由民主的潛力 是你們擁有最好最好的工具 也請大家要發揮 但是 網路這樣自由和平等的潛力 它有沒有可能被抹殺 它是有可能的 如果一旦福茂通過 而其中有一樣重要的產業 就是資訊流通產業 如果它也開放給對岸的時候 我們還有沒有可能保留這樣 自由分享平等的空間 所以 今天要來保有我們自由平等分享 溝通討論的可能跟自由 我們是不是要繼續善用的武器 善用我們的工具 來保衛這個 我們得來不易的自由平等的能力跟空間 好 那 我覺得各位是很幸運的一代 就是在你們成長的過程中 你們已經擁有最新最新的科技 最好最好的武器 而你們也有能力 透過這樣新的工具 來創造你們不一樣的學運 這個是可能五年前十年前 你們的社運學運前輩們所做不到的 那我也非常的佩服大家 在寒冷的冬天裡面願意 就是一起為台灣的未來而努力 那 對於網路有可能 對社運造成的潛力 但它也有若干的限制 這些限制 它其實更需要我們作為一個公民 來發揮我們公民的素養 來提高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 今天網路在社會運動中 它創造了這麼多能力 但是 首先 我們在利用網路的時候 其實 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是需要靠我們的科技素養解決的 比方說第一個 今天我們現場可以看到 我們使用新的科技 還有各種各樣用電的問題 和平關的需求 是不是有時候給大家在通訊上造成了一些障礙 那這些障礙 其實可以看到說在場的 所以年輕的學運的青年學子們 已經發展出各式樣的模式來解決它 比方說前兩天我在青島動物會場的時候 就聽到有同學妹子出來說 如果非必要的使用 大家請把網路的3G的平關分享出來 讓裡面想要在立法院把訊息播送出來的人 能夠享有這樣的平關 所以在使用這些科技的時候 同學們你們其實也展現了很高的 科技素養與民主素養 是有能力溝通來解決這些網路上所遇到的障礙 第二個使用網路來運用在社會的困難 有可能是Facebook上 在各種各樣的網路的空間上 按讚是很容易的 但是要怎麼樣從按讚到行動 可能是需要突破的空間 對不對 這時候我們應該要怎麼辦呢 好 從按讚到行動的中間 它其實是需要我們透過 結合實體社會的網路來進行 所以你在Facebook上的影響力 是可以透過你的能力 運用到擴大你的網路 去影響你在實體社會中的網路連結 那這也是我希望大家 不管是在實體的 或者街頭現場或者是在網路上 都可以自由地表達你的想法 去影響你身邊的人把這樣的訊息擴散出去 第三個有可能遇到的困難 是我們在網路上其實會遇到很多很多 有可能是跟實體社會一樣 有可能會遇到訊息的不充分 資訊的不流通 或者是甚至被惡意抹黑 或是彼此被罵 這也正是我們作為社會的一個公民 所需要發展出來的社會素養 那在使用網路的時候 也是同時需要具備 也是需要練習的 那我已經發現說 同學們在網路上 其實有發展出和大家 理性對話溝通的能力 可以仔細地審慎 你所得到的各式各樣的訊息 而且同學們也會自動自發地來生產 會來post你們自己最真實的想法 來學習與別人溝通互動 同學們你們在網路上 在新的科技上所展現的民主素養 也已經遠遠的比我們現在的執政黨 或者是我們現在的主事者 展現更高更高的民主素養 所以同學們 我希望你們可以繼續保持 發威並且善用 你們最好最好最好的武器跟能力 來創造一個新的不同的學運世代 並且為台灣的未來 我們一起努力 謝謝大家 我們謝謝台大社會系的簡老師 跟我們分享 網路是非常重要 而且網路有可能帶起新的一波社會運動 給我們社會運動注入一個新鞋 我們這幾天網路上有很多謠言 我們這幾天網路上有很多謠言